据环球网3月4日报道 巴基斯坦军方宣布 巴海军于3月初成功拦截了一艘 试图进入本国海域的印度潜艇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部长伊弗蒂·哈尔称 在发现印军潜艇后 巴军进行了跟踪与拦截 除了通报这一消息 该部长还拿出了证据 在其社交媒体上 该部长贴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巴基斯坦空军侦察机不断利用观瞄设备 跟踪印军潜艇 潜艇航行造成的浪花清晰可见 虽然是黑白画面 但人能清楚辨别出潜艇的位置 除了放出视频 这位部长还指出了印度潜艇的具体型号 哈尔瓦里级潜艇 该潜艇是印度最新型的潜艇 该潜艇脱胎于法国的鱿鱼级潜艇 基本可以视作是该级潜艇的出口版 印度海军计划购买12艘 以充实印度潜艇部队 并替换老旧的基洛级潜艇 在过去5年里 印度潜艇频繁造访巴基斯坦海域 光是巴基斯坦海军发现的次数就达到了4次 而最近一次发生在2021年10月 巴军方表示 此时正值巴海军进行年度军演 印度潜艇很可能是为了收集情报 而冒险进入巴海域 但反潜作战部队早已做好了准备 挫败了印军的图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